你也擦了 妈 把我的衣服给我洗进去 妈 这不用洗衣机吗 放洗衣机就洗不就行了 我这衣服呀 是麻料的 这是我儿子从北京过烧回来的呢 这衣服那么金贵 怎么用洗衣机洗呀 你要用手洗 妈 我这还怀着孕呢 再说了 这月份也大了 你让我用手洗 我洗不了呀 还怀着孕 怀着孕不是理由 不就怀孕吗 有这么娇气的 我怀孕的时候我下地干活了呢 不就让你洗个衣服吗 拿那么多理由啊 赶快给我洗去 用手给我一点一点的搓 知道了 妈 我洗好了 这也到发点了 你做晚饭了吗 你洗完了呀 喜欢到自己去做呀 还让我去做饭呀 正好呀 我也饿了 说我刚刚不是在洗衣服吗 你在这儿坐这儿没事 你就不能做一下饭啊 呦 你还喜欢我呀 我娶你干什么呢 娶你就是让你给我做饭 凑合我的 赶紧我坐下 别过去 妈 我回来了 呀 儿子 这 这 您怎么回来了呀 妈 这公司啊 派我去另一个地方出差 这不是吗 上路的家 我派你回来就看看你们 哦 哎呀 儿子 辛苦了 妈 做好饭了 咱们吃饭吧 小飞 怎么是你在做饭啊 小白 你回来了 妈 你怎么让小飞做饭呀 小飞今天合着运的 儿子 我没让他做饭呀 你看 我这天天呀 给他换着花样的给他做 他说我做的饭不合他的胃口了 他想他自己做 想自己坐着吃 不会吧 妈 这我记得小飞好像不得了食啊 儿子呀 你懂什么呀 这怀孕的女人呀 我懂 因为呀 我是过来人 这一天一个口味 今天想吃这 明天想吃那的 那也说不准呀 行 哎呀 行吧 行吧 这不是都做好饭了吗 咱去吃饭啊 妈 你先去吧 哦 小飞 来 来 坐 小飞 这我知道 这妈做饭的口味啊 可能不是你女人 但是呢 这个你得理解她妈妈 毕竟咱妈年龄也大了 她有些啊 她做的饭 可能啊 确实不合她们的胃口 但是你也不能自己自己做饭呀 你看你现在大的肚子呢 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呀 这孩子 万一的有点毛病了 到时候咱们后果都来不及 行 我知道了 行 那这段时间你就克服一下 到时候 这孩子生下来 我带你啊 出去吃好吃的 好 对了 小飞 你都不知道 这些天我在里面都想你 就怕你孩子啊 出了什么事 要不这样吧 下午啊 我出去买个监控 装家里 到时候我上班随时随地啊 都能看见你 什么 要在家里边装监控啊 是啊 这装监控之后啊 你还能在监控里和我对话呢 是吗 那行 那都听你的呗 那就那么定了 走吧 咱们也吃饭去 来 慢点啊 小飞 妈 这早晚我也上完了 我再赶紧去公司报到吧 好好好 那你有事你先忙 行 妈 这段时间就麻烦你照顾小飞了 傻儿子呀 又给妈客气 她是我儿媳妇儿 怀的是我的大孙子 我不照顾她 谁照顾她呀 你就放心好了啊 我一定会帮他们娘娘照顾好的 行 妈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这段时间辛苦你 到时候啊 孩子生下来 你就可以 享福了 到时候啊 咱们一家出去旅游 好好好 这妈呀 等着那一天 行 那时间也不走了 好吧 我得赶紧走吧 去吧 去吧 别误了车 啊 小飞 那我先走了啊 走吧 走吧 走点好好的 好好的 愣着干嘛呀 穿碗去 脱脱脱 这一片都把你脱成什么样子了啊 还是脱不干净 我看一下 别脱了 妈 那脱不干净 我也没办法呀 没办法 我给你想个办法 什么办法呀 看到了吗 用这一个 用这个给我擦 哎 妈 我在缓着孕呢 我怎么能蹲得下去啊 那就是你的事了 你就啊 蹲下来 用那个手劲 跪着 趴着 也给我擦干净 快点呀 偷往这里边 妈 你这么对我 你就不怕 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儿子啊 你还拿我儿子来吓唬我呀 我这样对你 她不会知道的 她这一出差呀 不知道红年马月能回来一趟呢 她能知道啊 万一 她有别的途径能知道呢 哎哟 你想什么呢 她已经有什么途径能知道啊 她有掐了一眼呀 能摔放耳啊 赶紧呀 别磨叽啦 快点擦呀 如果我擦不干净呀 看我怎么收拾你 行了 我擦 磨不鸡 磨不鸡 看我都心烦 哎呀 工作终于磨完了 也不知道小贝啊 跟孩子给她怎么样 有监管看看她们 你赶紧给我擦 擦干净为止 如果你给我擦不干净的话 不给你饭吃 要怎么收拾你 这怎么回事儿啊 是我妈 怎么 对我为这样啊 不行 我得赶紧回家看看 小白 小贝 别擦了 你怎么回来了 小贝 你这不是出差去了吗 出什么差呀 我的家人都看到了 这妈 就这么逼你啊 你都看到了 这咱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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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你怎么回来了呀 你回来也不说一声 我跟你说一声 妈 你可真行啊 你在家 就这样叫小贝了呀 我走的时候你是怎么答应我的呀 儿子 你怎么了 你怎么这样说我呢 我怎么照顾她了 我照顾挺好的呀 挺好的 妈 要想真不知 出闻起磨为 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 邓先生 你还小便吗 儿子 你说她是什么话呀 我怎么听不懂啊 妈 你在家里的 所作所为我都知道了 你让小贝 大着肚子在地下跪着擦地 你让她洗衣服 有这样回事儿吧 什么 是不是这个女给你告状了 还打电话 告状 妈 小贝什么都没告诉我 是我自己发现的 你往那看看 你看看是什么 看 看什么呀 监控 儿子呀 你算计我呀 妈 不是我算计你 如果你不做亏亲的事儿 还怕鬼窍门吗 妈 我只是在外面工作 想小贝 想孩子 所以我在家装个监控 可是没想到监控 竟然喷下了这一幕 妈 你可真让我失望呀 小贝也是她妈手中的一个宝 嫁到他们家以来 受监的各种委屈 她每天为咱这个家付出了多少 难道你不知道吗 她现在怀疑 带着孩子都已经够辛苦的了 你看让她干这干那的 妈 你也是女人 如果 当初我奶奶也这么对待你的话 你心里会怎么想 妈 小贝在咱的每家 不但身体累 她的心更累啊 妈 我不奢求 你把小贝当作亲生跟你一样对待 但是我请求你 善待她行吗 小贝 你说你傻不傻呀 我妈都知我对你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我 小贝 不过请你放心 这以后 无论我在等 你就在那 无论咱们以后 是吃糟糠赛 还是留在街头 我都把你带在身边 不离不弃 小贝 你愿意吗 我愿意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我做什么都愿意 行 那咱们今天 就离开这个家 小贝 你们去哪儿啊 妈 妈 以后 我要让小贝过来幸福的生活 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她了 小贝 咱们走 儿子 到底叫什么事 老公 别人 乖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